再让我看看武器系统 九尊一三级雷射炮 不错不错 天呐 竟然有三尊尖心铺炮 尖心炮 没错 顾名思义 一炮就能毁掉一颗星球 这 龙峰 这艘飞船的价值 比街中间所有宝藏加起来都要昂贵 让我来试试这艘飞船的探测系统 不好 又有两艘飞船在接近地球 什么 诺兰山来得这么快 不 这不是诺兰山家族的飞船 当时除了诺兰山家族飞船 还有两艘紧碎起火 飞船级别较低 威胁程度有限 真正的麻烦在于 地球坐标已经被外界知识 以后会有各式一个冒险者 涌向地球 你们恐怕得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必须对周边区域产生足够威慑 船员全是恒星级的 飞船级别也不高 要黑进去吗 不用 埃卡罗 是 终于到了 里面的人出来敬 不过是星球土著 为您太过嚣张 呃队长 你的激光炮呢 白卡罗 嗯 再没有突破到宇宙级前 隶属于宇宙人类的任何族群 都无法平静肉身 在宇宙中长期生存 想必各位也不想失去飞船庇护 葬神异乡嘛 怎么办 怎么办 你 赶紧去 我 可是 组长 别废话 让君进去 哎呀 您您好 我们是来自黑龙山帝国波特雷家族的使者 我是地球领主罗峰 隶属于三府山 此地禁止外来者涉足 你们如果贸然闯入 不仅是我 三府山也会对你们施以成见 快走快走快走 你明白 我们马上撤离 这下各师弟都会知道 我们有宇宙级高级的帮手 就算是诺兰山 也不敢轻易来这片区域 你还是太年轻 只只能防住小鱼小虾 消息传开后 甚至会引起更多强者注意 的确 所以为了做好防备 雷神 你得跟着我苦练 练练练 就知道埋头傻练 面对强者 提升个一两击会有用吗 你个小屁孩 除了修炼 还能有什么办法 好 办法在这儿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